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峰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我在神奈川县的相摩园市 有一个教室 这个教室是能乐师松山龙雄先生的家 他家是一共三层 一层是能乐的舞台 二层三层是住宅 我在他的舞台呢 办理了自己的教室 已经办了二十多年了 沙波苗野に私の二校の教室があります そこは能楽師松山孝雄先生のご自宅で 三階建ての建物で 一階が能舞台の稽古板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ね で、無垢の作りで とてもとても二歩の響きも良くて 能舞台の松野が社系で いつも動画を開け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能乐堂呢 它是用木板做的内装 所以声音特别自然 特别好听 在那练琴也好 上课也好 都觉得挺舒服的 而且学生们来上课吧 他都觉得好像自己比自己拉的实力 实际情况拉的强了 那種感觉你知道吧 因为声音好听嘛 但是近几年吧 那个 之所以能够在那开教室呢 是因为 那个松山先生的太太跟我学二胡 但是近几年呢 就是 他因为很多事情吧 还有就是身体不太好啊 什么的哈 这个 一直没能练琴 我去了以后呢 他也不上课 只是把学费交给我 日本人都是这样的哈 就是一些有 怎么说呢 不能说有教养吧 就是说一些有 这个传统观念的人吧 都是非常尊重 自己的老师 不能练琴 是我自己的事 对吧 但是老师来了 我要给老师交 这个 学费的 不是说我不上课了 我就不交了 那是 そこで 稽古場が 出来たか というと そこの 松山先生の奥様が 二校 お稽古 してたんですね で ただ近年 いろんな事情で お稽古 出来なくなって いるんですが ご本人がですね ちょっと練習できない ということです ありますけど まあ私が行くたびに 結構できてないのに お客様いただいて という感じで 農会は そこで たんですね たんですね てんね たんね 这个 工钱 讲义费 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完了前两天去上课的时候 他就说 那个我现在 家里事儿挺多的 我身体状况不太好 如果您要是特别为了我 跑到这来的话 也没有必要 如果您在都内就能够 把这个课上完 或者怎么着的话 也不用非得 大老远的跑到这来 说的比较含蓄 我想也是 因为在那的学生 都是东京的学生 都是跑到 是奈川县去上课的 我在东京都内也有教师 所以呢 这个 如果说不是为了他 我可以不去 夏莫园 但是我好是不去的话 他就真是一点 这个 琴都不练了 我犹豫了一段时间 最后还是决定 就是不去了 因为我去 他也练不了琴 反而他会付学费 当然可能对人家来说 不是个负担 但是 我实在是有点良心不忍 所以就决定 行 如果说 我说那行 那这个 今后一段时间 如果您 那个 没有经历的话 咱们先不练了 等以后 您有经历以后 咱们再练 就 从三月份以后吧 就不去了 从这个月开始 就不去了 だから しばらく 考えたんですけど 私が行かなければ もう本当に お稽古しなくなるんで あの どうかなって 思うんですが 行っても 稽古されないので その回 お下車ばっかり 払ってくれるんで 恐縮なんですよね だから もうこの際 しばらく ちょっと様子を 見ようかなと それで お話ししたんですね あ まあ こういう状況であれば しばらく じゃあ私が 伺うことやめますって あの またね お稽古が再開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ら またやりましょうって 言いました 言いましたね 我觉得 以后 咱们有机会 咱能够再 開的时候 開始練琴的时候 我再来 留个活話 但是我心里知道 可能 真的 以后 能去的 机会 就不多了 二十多年 我从2000年 这个 在那开始 办教室 今年已经24年了 是吧 其中 有很多事情 疯疯疑疑的 最多的时候 那有九个学生 现在 只有两个学生 而且 那个学生 也是从东京过去的 他没有必要 飞到那走的 所以我觉得 好像是一个 已经是 告一段落 这种感觉 好像 今后 也很难再 一番多い時 有九个学生 九人 一番多い時 ぐらい 一番多い時 九人 九人 一番多い時 九人 一番多い時 九人 ぐらい 行ったんですけどね 我真的想很重要的 精一杯 楽しんで 誠意を尽くして やるべきだなって 思いますね 所以说这时间呢 过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去的时候 真是很幸福的 所以去的时候 一定要珍惜这个时间 是吧 让彼此高兴 让彼此幸福起来 因为这个时间过去了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世事无常 今天有这么一件事情 跟大家聊一聊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从今天开始是三月份了 是吧 今日はこんなことで あれですけど 今日から三月ですね どちら様もお健康に 季節の変わり目でね 温暖の差が激しい時期で お体に気をつけてお過しください 正式交際 季節交換的时候吧 大家注意冷暖 不要感冒 それでは今日はここまでにします ごきげんよう さようなら 再见 ごきげん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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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